Hello,大家好,我是子慕 现在IJ网络产品用于一职 负责IJ一终端产品的整体用于推广工作 经历了公司创业从0到1这样一个阶段 积累了一款App从0到100万 再到千万用户量级的用于推广经验 很高兴很感谢麦子学院能够提供这样一个机会 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交流 我希望能够通过这4到5个小时 从个人的一些实操案例中 给大家带来一些关于App用益推广的知识 今天课程的主要内容是 如何做好App的渠道用益 主要从以下三方面来讲 一是什么是渠道用益 第二是渠道用益的必备素养 第三是渠道用益的一些常用方法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本节课的目标 对于什么是渠道运营有一个初步认知 第二是了解渠道运营的价值及一些常用方法 那么什么是渠道运营呢 渠道一词由来已久 通常指的是水流的通道 在传统行业里面被引入到商业领域 全称为封销渠道 即商品的销售路线 举一个例子来说 古代连接中西方商业贸易路线丝绸之路 便是最早的渠道 基于对长统行业渠道的理解 对互联网行业渠道 我们可以下占一个定义 一切可以满足或达成产品风发下载的路线 都属于渠道 那么如何来理解这句话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什么是产品运营 它们又有怎样的关系 构成产品运营的三要素 分别是用户、产品、渠道 产品运营的主要工作 便是找到产品可以满足某些人需求 或者愿意为之消费的人 并将这部分人聚集起来 加之以用意引导 提供更好的服务 最终使得这部分人对产品本身产生一个积极的影响 这其中就包括了我们常见的用户运营 主要通过内容和活动来提高产品的活跃度 以及流存率 以及针对产品优化迭代的一些基础用盈 比如说产品的UI设计 以及交互体验 这都针对产品的用户体验来做的一些基础用盈 那么数据分析呢 主要是帮助产品来做一些优化迭代 那么理解完这些之后 我们便可以得出来渠道运营的价值是什么 渠道运营的价值是帮助产品在不同流量渠道 获取到更多的目标用户 进而使得产品在整个生命中心内实现一个良性的循环成长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做渠道运营的一些备备素养 第一是要熟悉主流商店的ASO优化 这其中就包括了安卓应用商店 以及苹果的APV词道 第二是熟悉首发申请流程 三熟悉专题活动申请流程 这两点呢 所有的安卓应用商店 他们的后台都有相关的规则 这一点大家可以去后台去查看 第四点是比较重要的 就是说要有数据分析的意识 这个接下来会讲 第五点是没钱没资源 也能做推广的一颗强大的内心 因为基本上所有的大多数小伙伴都属于在创业公司 那么这一点就显得很重要 第六点是商务谈判合作能力 因为你如果做渠道用营的话 难免要去跟市场人 以及一些第三方合作渠道去打交道 那么这个时候一定的商务谈判能力 就显得至关重要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做渠道用营的一些常用方法 然后第一个讲的是AB测试 那么什么叫AB测试呢 简单的来说就是为同一个目标制定两个方案 比如说大家现在看到这个案例 然后A方案和B方案 它其实主要的目标都是来提高一款产品 在应用市场的一个下载转化率 只是通过不同的一个产品的宣传图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都可以看到 其实它两个主要针对的产品功能是相同的 都是来讲密码常看 那么第一张图和第二张图 哪一个的效果更好 那么这个只能通过说做这样一个AB测试 才能知道比如说可以先前期前一个月把B方案放到市场 来看相应的数据 然后呢 连二月之后我们再选用B方案来查看一个月的数据 那么之后做一个数据对比 我们便知道哪一个效果会更好 接下来是一个关于数据分析的 那么数据分析指的是用适当的统计分析方法 对收集来的大量数据进行分析 并将它们加以汇总和理解消化 以此达到发挥数据的功能 那么怎么来理解数据分析以及数据分析的整体流程是什么呢 数据分析六部曲分别是由第一点明确分析的目的和思路 第二点做数据收集 第三点做数据处理 第四点做数据分析 第五点做数据展现 第六点撰写数据分析报告 那么第一点数据分析 我们都知道做任何事情都要有一个目标 那么做数据分析其实也不例外 明确分析的目的之后 我们就可以较快的梳理一个分析的思路 然后并且形成一个分析框架 这个时候数据收集便是基于分析框架来进行相关的数据收集 来源可也是一些公开的出版物 或者一些互联网的数据报告等等 那么这个时候大量的数据进来之后 数据处理的工作实际上就是数据清洗的过程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从大量的数据当中 找到一个对自己有价值的数据 那数据分析则是用适当的方法和工具 对处理过的数据进行分析 提取有价值的信息 形成有效的一个结论 比如说使用Excel进行数据分析 那么最后数据展现便是 讲我们的数据分析结果要以图表的形式来进行展现 方便自己或者其他人来查看 数据报告便是针对整个分析过程中的一个总结和呈现 要有明确的结论 如果能够在此基础上还能提出一些解决方案或者建议 那么这个整个过程就会显得很完美 明白数据分析是什么以及整体的思路之后 它对APP用于推广又能起到等于样的作用 我会再结合一些案例在整个课程中给大家详细的讲到 让大家对简单的数据分析有一个更深的认知和体会 好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主要讲的内容 第一点就是什么是渠道用营 一切可以满足或达成产品风发下载 或渠道用户的流通路线都属于渠道 那么渠道用营常用的方法呢 就有刚才讲到的AB测试以及数据分析 那么今天的作业便是 大家可以将公司现有的APP推广渠道进行一下梳理 并尝试归类 然后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